Full stop Can't believe I live in your thoughts I think about you all the time Morning, evening and midnight Such a wonderful delight 今天我要用杏鮑菇和蘑菇来做一道家常菜料理 前几天我用冰箱剩下的食材 做了蘑菇丸子给孩子们吃 做的不够多一下子就吃完了 还想要再吃的时候就没有了 所以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他们想再吃一次的素丸子 食材很简单 都是菜市场还有大卖场 常常都可以看得到 很容易取得的 做菜前先来和大家分享 频道现在有了超级感谢新功能 大家可以用Deal支持芭拉玛 让芭拉玛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样的新影片新食谱跟大家分享 嗨大家好我是Kistin 芭拉玛 看影片之前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按下订阅 订阅是免费的哦 还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 那现在我们就来用杏鮑菇和蘑菇做得到家常菜料理吧 准备一条杏鮑菇 把杏鮑菇给它敲扁 这样子不规则的纹路 比较有口感 接着把杏鮑菇切碎 把杏鮑菇放到盘中 准备100克的蘑菇 这是我在菜市场买的养菇 这个蘑菇 一盒是70元 最早栽培养菇技术的国家是法国 随后传到了美国 用个小牙刷把蘑菇身上的灰尘刷掉 还有杂质刷掉 20世纪中才传到台湾 国外栽培习惯用马的粪便做肥料 台湾则是改用稻草堆肥发酵 把蘑菇切片 铺成菇床让杨菇生长 是目前人工栽培最普遍的菇类 因为杨菇脆弱很容易不小心折断 才手需用手小心摘取 把蘑菇切条 现在台湾研发出夏季也可以生产的高温杨菇 所以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种杨菇了 把蘑菇水液再切更碎一点 把蘑菇放入盘中 准备一颗马铃薯 把马铃薯削皮 把马铃薯切一半 把马铃薯切片 把马铃薯放入盘中 白整齐拿去蒸 外锅放一杯水 马铃薯放进来 用电锅蒸 这包红喜菇是120克 用半包大约60克 之前这种红喜菇一包 我买过大概23到25不等 现在已经卖到32或是35元了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它慢慢在涨价了 可以留言跟我分享 你最近买的这个红喜菇一包是多少钱 把红喜菇的根部切掉 切碎 从头开始切 这样子比较不容易散掉 再切更碎一点 把红喜菇放到盘中 来准备一些金针菇 用三分之一包 把金针菇从头开始切碎 之前频道有分享过冬瓜丸子 把萝卜丸子 我会把连结放在影片下说明栏 大家可以回顾看看 不知道大家有很常自己做手工丸子吗 可以留言跟我分享你最常做什么丸子 把金针菇放到盘中 准备两颗番茄 把番茄的底头去掉 接着切片 把番茄切小丁 尽量切碎一点 把番茄放碗中 准备10条米豆 把米豆的粗纤维去掉 把米豆切成粒状 把米豆放入盘中 放入15克的纯素奶油 把奶油炒融化 奶油融化了 现在放入蘑菇进来 把蘑菇炒软 让它吸收到纯素奶油的香 你们看这蘑菇炒一炒 冒出了很多水分 再继续让它炒香 我大概炒了两分钟左右 现在放入我红喜菇 杏鲍菇 金针菇 通通放进来炒香 这些菇类先炒一炒 会有一种鲜味 这些菇类都炒软了 而且闻到很香的菇的香味 现在可以关火起锅 把蒸熟的马铃薯放入大碗中 把马铃薯压成泥 压成泥了 把炒好的菇类放进来 放入50克的烟麦片 盐1茶匙 白胡椒粉1 4分之1茶匙 二砂糖1 4分之1茶匙 黑胡椒粉适量 孜然粉适量 二粒钢粉1 4分之1茶匙 面粉30克 把所有食材拌匀 所有食材搅拌均匀了 来捏丸子 用汤匙挖1尺 让每颗的分量大致上可以一样 在手上捏成圆形 全部都捏好了 现在来裹上粉 汤匙撒一些粉 把每颗都沾上薄薄一层粉 都裹上粉了 来去煎 锅内放入适量的油 把蘑菇丸放进来煎 让它煎一下 等一下再来翻面 再继续让它煎 再继续让它煎 每一面都给它煎到 不定时的给它翻面 它用炸的也可以 碗子都煎成焦黄色了 可以关火取出 锅内放入适量的油 把番茄放进来炒软 把番茄炒至变色 让它变软化 炒到番茄变色 现在放入200cc的水 搅拌一下 现在让它盖上盖子 煮滚 已经滚了 这时候来调味 半茶匙盐 1茶匙白胡椒粉 1汤匙糖 纯素芥末纸酱 半茶匙 二粒干粉适量 红椒粉适量 来一些黑盐 黑胡椒粉适量 番茄酱1汤匙 把所有调味料炒匀 黄芥末纸酱 压一下让它融化 搅拌均匀了 再盖上盖子 转小火让它煮滚 我大概煮了三分钟 这时候转大火 把米豆放进来 翻炒 把米豆煮熟 这时候来去调碳白粉水 碳白粉水面放下来 面搅拌 让姜汁煮至粘稠 大滚的状态 煮两分钟 可以了 姜汁很香了 味道都融合了 放火起锅 Full stop Can't believe I live in your thoughts I think about you all the time Morning evening and midnight 來吃吃蘑菇丸 剛剛炸完的時候就覺得很香了 淋上醬汁吃吃看 很好吃 滿滿都是菇的鮮味 就是沒有用豆腐泥做丸子 之前我很常用豆腐泥做丸子 這次用的是燕麥 這樣子咬下去的口感很扎實 如果是豆腐泥做的話就會比較綿軟一點 各有不同的口感都滿好吃的 好吃 這個醬汁大家也可以買現成的番茄糊去煮 也可以自己用番茄去打成泥也可以 但是我是用些碎的 有時候可以這樣子用竹籤串成魚串一串的 又是不同的呈現方式 讓家人可以有各種的菜色在桌上 吸引他們吃飯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分享按讚加訂閱 還有訂閱我的日常副頻道 追蹤Facebook還有IG 我們下道料理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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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